好了,今集就這關了,打BOSS了 無色的暗殺者 打靜啊,靜啊 其實1,2,3,4都可以一次過做完 不用致命性武器,不用槍械火器 你用閃光彈,睡眠彈 或者有電的油把,拳頭都可以了 可以做到3,4 接著1,2,其實你過到關都可以做到 這關其實就... 有兩個打法,我自己有兩個打法 對,OK的了 朝早,晚上,沒什麼意思 先來介紹第一個打法 先來介紹第一個打法 這個打法呢,其實已經很多人都知道了 其實... 幫我做一次啦 最簡單的了 最簡單的就是打法了 基本上你站在原地,不用動 直接叫彈藥空頭就可以了 你先標記了他,記得 對了 這裡一下子可以... 扎下去,一下子可以扣半條 接著這邊 等一等一等一等,會有閃光 看到了,看到了 這個位置 接著來多東西 有什麼東西啊 唯一注意的就是... 要快手 一定要快手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那些彈藥未掉下來 可能他又會走位 對了 所以這裡一定要盡量 快點標記他 接著快點彈藥空頭 就搞定了 這個最講為人知 最簡單的方法 這個初學者都比較適合用 好 好了 之後就... 介紹第二種打法 這個可能你就要熟悉一點 才可以用到 好了 一開始就立刻向左邊跑 之後就跑下去 之後就跑下去 然後你就跟著這條路線去走 然後可以安全地走到他下面 然後就在這裡等一等 然後就跳到前面那一處 然後就衝上去 射拳 射腳 走 重點就是... 在於第二下 用腳那一下 你要向他一起身 準備跳走那一瞬間來踢他 這樣就可以踢得中他 然後就... 對... 搞定了 那個時機就... 你練多幾次就會抓到 好,我呢 ... 我這把我這裏 要重新打不著 那個單身 要把你看, 好,我這就放鋪 了 我這都放鋪